坐落在森美兰州文丁的客家村 自1860年起就存在 村民多数是来自惠州的客家人 最高峰时期共有213户人家 这里的每一栋木板屋 每一口井都见证了村民生活的足迹 可是就在2005年 政府决定发展这个地区 因此村民被迫搬迁 有的村民选择妥协搬离客家村 但也有部分村民坚持不搬迁 希望发展商可以体谅他们的处境 在发展的同时也继续保留客家村 也是希望说让我们继续住下去 然后把这个 毕竟这个村长超过整百多年 也是拥有它的一些历史的一些价值 不过客家村也因祸得福 正因为土地拥有权和村民 被迫搬迁的客体浮出台面 客家村的面纱才被揭开 引起许多人关注 文丁友Rakamantin就是其中一个 竭力帮助村民的自发性组织 文丁友的发起人陈湘凤表示 他看到有关客家村的新闻后 便决定成立文丁友 该组织协力协助客家村 已经有四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他们在客家村举行文化活动 吸引更多民众踏入客家村 而在一次机缘巧合下 他们认识了马大华人研究中心 进行讨论后 双方决定举办客家村文化展 通过文字向大众叙述客家村的故事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个活动 一我们可以去收集这个地方的史料 第二呢就是让大众去醒觉 其实这些村庄 它有它自己的代表性的 它有自己的文化特色 并不是说它就是一个 很破旧的村庄 拆了就算 它有自己的历史价值 当你拆迁以后的 那个价值就看不见了 然后也不能够去理解 它那个时候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所以我们希望他们可以建一些 可能就是Heritage Park 在他们的区域里面 项目负责人王秀娟博士也指出 客家村的历史和文化传承 都非常值得探讨 因此希望能够和发展商协商 找到一个双赢的办法 让有百年历史的客家村 不至于被埋没在发展洪流中 NTV7实习记者王嘉玲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